政府刚刚公布了的立法会选举的逮捕机制 就是剥夺了大家的逮捕权利 另一方面最不合理的地方 当然它是用一个输了的人去替补空缺 这个其实不单止剥夺了大家的逮捕权利 更加是扭曲了民意 但是政府斥着这家自己救票 就拒绝继续作为公众的资深 我们也明显看到 这家无论做任何的修订 似乎政府都通过得到 面对着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7月1日一定要走上街 去显示大家对于这个保选权利的重视 因为若果大家今次选择不出声 又或者选择不显示你们的力量的话 这个只会令政府更加有事无恐地 继续剥夺我们的选举权利